在2500万年前 当时人们的交通汽车 并不需要汽油跟电脑 百公里仅需两个大蛮包 就是刹车有点费脚 而它的车速 取决于车上的乘客数量 人越多速度就越快 不仅方便手时 还能锻炼身体 若是目的地太远 还可以选择乘坐飞机 翱翔于蓝天之沙 大壮作为从业多年的吊车司机 为了防止自己睡懒觉 错过上班时间 为此还专门制作了一个闹钟 只要太阳一声 对着绳子这么一招 当的一声 又是精神百倍的一个早餐 当然这个办法 只能隔三差五的用 起床第一件事 当然是美美地洗个澡 然后整理一下衣容 以保持他那高质量的原始形象 还没出门就听到 媳妇在旁边低估 回收垃圾的猪罢工 打算换头新的 勤俭持家的大壮一听 严芒俯身查看 将手伸进猪猪嘴里 一翻倒过之后 原来是被餐具卡住了 大壮擦了擦手 取出一口巨大的石锅 将路边捡的苦门蛋打了进去 宝贝族开始上班 来到门卫处打个卡 随后驾驶着自己的特制起重机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在充实的工作中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这不就到了下班时间 大壮连忙从龙背上滑落下 他可不想被老板抓住去加班 路过门卫再打一次下班卡 然后驱车来到体育馆 毕竟作为自律的男人 时刻都得保持完美的身材 一个完美的运动轨迹 拳中高举双手 享受着众人的欢呼 刚回到家 又听到自个媳妇在抱怨 家里的钱无缘无故不见了 正准备报警的时候 却被大壮告知 自己的好兄弟莫斯 打算领养个小孩 所以他才将钱借给了莫斯 媳妇听后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一个劲地夸赞大壮是个真男人 这一天上班 老板宣布说 公司决定提拔一名员工 只要在考试当中获得低 一旁的猴子一听就急了 赶紧举手报名参赛 在原始社会中 这群人正面临着一场考试 没有梳末的他们 却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将木棍削尖 然后拿着小锤锤 巴士巴士地打着提 不过大壮此时一脸猛逼 愣是一下巴士也憋不出来 还好他记得上学时老师教导 三张一短选最短 三短一长选最长 一样长那就选B 这一下速度直接就飞了起来 一旁的哥们一看就没上过雪 都开始借鉴起猴子的答案 到交卷的时候 莫斯看了一眼大壮的答案 好家伙 只有一B两个选项的视觉 大壮硬是选了一排的C 不过为了报答他将钱借给自己 当即就将两人的书卷来了个调换 大壮原本以为自己没有希望 正准备离开 谁知却意外得到好消息 他竟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功当选为副主 这可让他开心的差点睡不着觉 既然升职成功 那必然会加薪 放豪车住豪房 当然工作不能落下 直接就根据考试结果 将最后一名的莫斯给开除 他也不再需要辛苦工作 身边不仅有配备的秘书 还有一只录音鸟 他每天的工作也就是千千合同 这样的生活让大壮完全飘飘然 而失去工作的莫斯 为了抚养孩子 不得不卖掉房子 暂住在大壮家的仓库 他为了赚钱 还一天打七分工 这天来吃饭的大壮 刚好撞见在此兼职的莫斯 直接就是一顿冷嘲热讽 却在这时 餐厅的电视正播报着一则新闻 自己公司的员工都被裁掉 这让他一脸茫然 自己不就是吃个饭的时间 刚升的职就成光感司令了 而这一切都是老板的阴谋 之前签下的合同 都是员工的解雇合同 就是想要大壮来背锅 这样老板就能明目张胆地 贪污工程款了 2500万年前的人类 就懂得了享受 泡着温泉 喝着小酒 没事还能来场保龄球 放松放松 生活如此惬意的大壮 还不知道 自己无缘无故招惹了一大帮人 直到上班的时候 才发现工人们 正准备去找他麻烦 吓得慌不择路的大壮 跑进来一间洞穴 正准备休息的时候 却被他生殖后 抛弃的垃圾处理珠发现 一嗓子将大家伙全喊了过来 愤怒的工人们 打算给他处以极刑 关键时刻还得是好兄弟靠谱 莫斯站了出来 为大壮申冤 没想到直接被认为是其同 一起绑了起来 好在大壮的媳妇是个聪明人 知道自己老公的德行 一番调查得知 大壮是被冤枉的 连忙带着得知 实情的录音鸟赶过来 这才让众人得知 这一切都是老板的过 这才放了他们 可是回到家 发现家里竟然遭走 不过之前的一分未懂 娃却不见了 聪明的大壮分析觉得 这不是道歉 应该是绑架 大概率还是老板办的 应该是想要拿到那只录音鸟 所以他们直接带着鸟跑去找老板 希望成功交易换回孩子 却不成想老板倒已年过半百 当然不用再遵守年轻人的武斗 启动机关想将众人灭口 好在大壮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 想到了当初自己手剑 玩头时机砸坏了公司仪器 不过这次他却成了拯救孩子的力气 而见情况不妙的老板慌不择路 在跑路的时候没注意 被工地上掉落的水泥浇管成了人形雕塑 而董事长对大壮获获这个案件表现得极为欣赏 当即就任命他为老板 不过看透一切的大壮这次没有同意 毕竟拥有这么优秀的媳妇 以及生死与共的兄弟 还要什么自行车